比特币半小时几涨600美元 标破7000大关 比特币先前利空消息不断 价格持续下跌 但今日凌晨却因投资人大量买盘 价格在短短半小时内大幅上涨 标破7000美元 创下自6月来的新高 分析师推测 应是近期利多消息涌入 重新点燃投资人热情 根据美国富比市报道 比特币18日凌晨 突然大量买盘推升价格 相较于17日的6700美元 即涨600美元 比特币价格指数 BPI更一度高达7440.25 较6月来低点5785.43美元 上涨28.6% 有分析师指出 应该是近日多起相关消息 及激励市场买气 其中区块链投资人顾问 Oliver Isaacs表示 最近的重大新闻 包括CFA考试添加了区块链主题 可能使华尔街对数位货币的知识 及兴趣广泛提升 因此全球最大的数位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刚获得美国认证标准成为合法交易商 这也意味着市场担忧的监管问题 可望获得解决 利多消息增长 币省基金Bitboard Capital的加密货币基金主管 他们也指出 高盛极家上任的执行长索罗门 以及贝莱特都对加密货币出现高度兴趣 有助于点燃投资人的热情 但区块链创业公司ExoCoin的执行长James Hunt表示 高盛与贝莱特虽然带来正面消息 但是这些公司绝对不会直接购买比特币 顶多由交易员针对加密货币的衍生商品 找寻非对称风险回报投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coupon michmymymy with the